你还生气吗 我都听说了 听说是为了用吸血鬼做实验 才绑架的你 受害者还有很多 幸好你没什么事 作为童族 我感到很欣慰 谢谢 出院吧 免得被医院里其他 不是吸血鬼的医生 看到你的答案会起疑的 知道了 嗯 志浩 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给李世雅小姐 办理出院手续了 她只是受到了惊吓 身体并没有什么损伤 谢谢 那里还疼吗 不疼了 你之前身体不好 我也没有问你 这次绑架 不像你单纯的绑架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会相信你 保护你的 你还没回家换衣服啊 这么脏肯定特别不舒服吧 你不说 我都忘了洁癖这件事了 我没缓过来 我没缓过来 也没注意 我现在的样子可难看死了 如果被八卦娱乐记者拍到 肯定要写一百篇稿子黑 因为我 就不瞒竟 我一遍 我一遍 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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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考量 现在也是 来电话了 喂 喂 谁啊 我们之前说过的 去旅行的事情 明天去吧 怎么这么突然 为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有点累 想要你和石焕陪我出去散散心 好 那我知道了 搞什么 这么突然 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吧 是谁啊 新吧 之前朋友约好一起去旅行的 如果我说 不要去旅行 你会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吗 请 不要去旅行 可是 这是之前就约好的 约好也不要去 那是新吧 是像家人一样的存在 没关系的 那是你这么想 你就想这么轻松吗 他对你 真的是像家人一样吗 反正也是朋友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不也没发生什么事吗 我 恋人之间都没有发生什么事 朋友 怎么可能 那 随便吧 反正 对你而言 我的心情根本就不重要吧 其实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 让人有些生气 我并不想那样说话的 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一直想流眼泪啊 其实 我也不知道 志昊是不是像我喜欢他一样 那么喜欢我 总是我单方面想亲近他 觉得志昊好像一直停留在远处 只是我一个人 你突然说要出来 我还以为会去多远的地方 这儿我们很久都没有来过了 是啊 搬家之后我一次都没有来过 只是想到以前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说到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 七岁 我都记不清了 我全都记得 你第一次说的话 穿的衣服 阳光 打喷嚏 是看到太阳才打的吧 灌毛 你跟我一样 你是吸血鬼吧 你的头发松松的 像狮子王里的小星吧 这样吧 这个狮子挂剑送给你 跟你还挺合适的 你笑起来果然很漂亮 漂亮 你笑起来可漂亮了 以后就这样笑兮兮的 开心起来吧 你们有家人吧 我带你走 好 那么久之前的事你还记得啊 我都忘了 因为那天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一天 也是我从孤单一人 开始有了家人的一天 所以之后我把那天定为我的生日 因为我感觉我被拯救了 因为遇见了你 说起我们第一次见面 也觉得是很神奇的缘分 那个时候的你 又瘦又小 现在变成了全民偶像 那么多人喜欢你 那你呢 嗯 那么多人喜欢我 那你喜欢我吗 当然了 我们一起长大 在同一所学校 住在一个家里 你就是我的亲人 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 都不会有比你更珍贵的朋友 可我没有把你当朋友过 这么久以来 说是你的朋友 不过是想在你最亲密的一个位置 都是借口 所以我不能再等了 世雅我喜欢你 不是朋友的喜欢 行吧 你开什么玩笑 我连一秒钟 都没当你是朋友过 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从来没有过 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你 你知道我忍耐了多久吗 一直躲在你的身后 不 不 是必须躲在你的身后 我怕我说出来你会觉得尴尬 然后疏远我 你跟我结婚啊 我开玩笑的 我像留在你的身边 即使像个朋友一样 所以我一直露出你喜欢的笑脸 戴着一脸的不鞋 不断地笑着 就这样在你身边等了又等 可是为什么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类 为什么那么笨选择一个人类 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先把你抢走的 行吧 你 是啊 我喜欢你 从现在开始 我不想成为你的朋友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你的喜欢 我 昨天到底做了什么 怎么会莫名其妙发脾气 直昊 对不起 这么晚了 我是想为昨天的事情道歉 你还生气吗 我 你还生气吗 这东西 这是很浅 你还生气吗 我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然会肯定是你 你要生气吗 我肯定是你 对不起 我肯定是你 好책 Алекс 我肯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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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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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志昊 你醒醒啊 志昊 志昊 谢谢 干 干 世雅 最近和男朋友还好吗 我们 交往得挺好的 那前段时间 困扰的发情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那个都挺好的 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 我们之间 现在也可以经常肢体接触了 真好呀 谁啊 我们认识 差不多五年了吧 对啊 当时还是新把介绍我们认识的呢 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我们才高一 说短也短 说长也长的时间 第一次认识新把的时候 那时我就想 世界上 居然有这么优秀的人 他周围 总是充满温暖的气息 因为他总是带着笑脸 新把一开始告诉我 他其实是个吸血鬼 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但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他也一定是个乐观的人 但我有一天忽然发现 他已经很痛苦 很绝望 为了掩饰他的痛苦 而努力用开朗来掩饰 是 其实我觉得新把 一直有根深沉的阴暗面 就像 光线越强 影子越深 对不起 石灰 我听不懂你现在在说什么 新把不是那样的人啊 其实 这五年来我一直在旁边观察 我有个感觉 他在你面前一直表现得很乐观 很完美 他在隐藏着自己 这是最小的阴影 什么呀 你说的 你说的 好像他都在我面前演戏一样 不 是害怕吧 他不敢让你看到他的阴暗面 他怕被你抛弃 不可能 我们之间是朋友 怎么可能有抛弃 那天 他没和你说什么吗 如果我告诉你的新把 才是真的新把 石灰 你承断得起吗 新把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石灰给我取的 你以后也叫我新把吧 石灰 你知道为什么新把一直叫新把 却不用自己的本名吗 因为这个名字是你给他取的 在中学的时候 你一边拿着冰淇淋一边说 你这叫新把吧 所以这个名字对他来说 应该是很珍贵的 喝点水吧 谢谢 平静一些了吗 新把 是不是生病了 不是 其实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他 我只是希望我能成为你的依靠 其实只是我跟新把的关系 有些不一样了 我好像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他 很久了 我现在才知道 他 是不是跟你表白了 其实 你不用瞒着我的 我已经猜到了 虽然 你只是把他当朋友 但是他每次见我的时候 还是心怀戒心的 你是一个没有什么吸引的人 所以 可能没有发现 我一直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他跟我 就像家人一样 所以现在我的心 真的乱极了 你就没有想过要接受他吗 我是指 接受他的心 这样你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喜欢的人是你啊 我知道 只要你的心没有变 那就没有关系 因为之前你没有发现也不是你的错 而且人呢 也只能看到 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觉得只有自己看到的东西 才是真实的 所以我相信 他可能过段时间 就没事了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了 晚安 诗雅 你今天 在这里睡吧 我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只是 怕你今天自己 会痛苦 所以 我想陪着你 吓我一跳 对了 我昨天答应在志昊家睡觉 志昊睡着的样子 也那么安详 真帅 睡得这么沉 昨天是不是太累了 还是别吵醒他了 对不起啊 我 忽然把你叫出来 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些我也想了很多 关于辛巴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我也不知道 我脑子里很混乱 但是 我在辛巴心目中的位置 让他承受了多少痛苦 根本就无法想象 我知道 是我对不起他 我 还是喜欢志昊 如果我不想给辛巴带来更大的伤害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应该更真实地面对自己 辛巴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一点 以前是 未来也永远不会变 但是我对他 确实没有除了朋友以外的感情 诗雅 幸好是你 谢谢你也不那么贪心 如果继续做朋友的话 那小子就会更痛苦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许他会忘记这一切 你们 还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照顾他的 你不用担心 真的不用送你吗 不用了 就在附近 你先回去吧 诗雅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我的变化是 触摸 不再是为了食物 而是为了 爱情 我是李诗雅 是一只 爱上人类的 狩猎失败的吸血鬼 我被嘲笑的结局 仿佛已经能看到 可是我美好的爱情 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